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今天很高興能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我們人類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 時刻 我們人類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 就是我們正在永遠的解決人類的能源問題 我們現在正在創新人類的能源 永遠的 我也很榮幸 我是從北女訓練分部畢業 所以我畢業以後 我就去沖繩上高中 然後去MIT上大學 所以我的中文程度 國語程度還是北女初中的 我在芬米研究院工作了三十多年 包括發現頂垮克 那有一天 我媽問我說 你這個頂垮克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用得到 那我說 這個頂垮克它的生命是一兆兆分之一秒 而且我們要撞一兆兆才可以看到一個 所以可能一千年內不能直接用得到 那我媽說 那你就是全世界最沒用的人 所以從那天開始 我盡量做一些比較可以直接用得到的實用的事情 那一個很重要的數目是 我們人類用的能量是一萬五千個GIGAW 請記住這個數目 我們人類用的所有的能量是一萬五千個GIGAW 所以呢 我們全世界 因為現在 最近十幾年 他們邀我去很多國家 跟很多領導人談話 所以我有這個機會 我就在想說 那我可以幫助解決世界最大的問題 那世界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是溫室氣體排放 叫做碳或是二氧化碳的排放 那 因為我們的能量是一萬五千個GIGAW 這是 能源是世界最大的挑戰 也是世界最大的商機 永續能源 我剛剛說的 我們的碳的排放是每小時一百萬噸 二氧化碳的排放是每小時四百萬噸 所以我們在場一個小時 我們人類又從地下挖了一百萬噸的碳 放到大氣層去了 這絕對不是好事情 所以我們必須盡快解決這個事情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 我們現在全世界有十三億人口沒有電 想想 我很難想像說 沒有電 沒有電又不能經濟開發 所以我們也必須幫這十三億人口 盡快解決電的問題 甚至阿拉伯也說 它那個石油廠 現有的石油廠會用完 所以阿拉伯的 他們計算說 2050年他們的能源 阿拉伯的能源 百分之十五是從新的油廠過來 然後其他的百分之八十五是從核能 或者是再生能源 中東的很多國家 石油的國家 現在都已經在投資新能源了 在美國的話 很多大公司 大機構 市政府 州政府 大公司 他們的電已經是百分之百再生能源了 包括 Intel 微軟 還有華盛鎮首都 還有很多大學 他們的電已經是百分之百 從太陽能 或者是風能來的 我們也希望 台灣的所有的科學元區 用百分之百再生能源 或是台灣的大學 用百分之百的再生能源 這都是可行的了 那他們這樣子做 表示說 這個價錢已經不是太貴了 雖然他們有很好的心 如果價錢太貴 他們也不會做 對不對 所以說 這證明說 再生能源已經夠便宜了 太陽能 全世界都有 如果我們在全世界的 陸地的百分之一 裝了太陽能板 就可以提供三萬個GIGAW 這是全人類所需的能源的兩倍 所以這是非常可行的 大家都知道 太陽能板 現在最近越來越便宜 尤其是上幾年 例如 去年 全世界加的太陽能板 就是39個GIGA 然後現在 全世界的太陽能板 差不多有200個GIGAW 全世界的風也很多 到處都有 尤其是台灣 風很多 例如去年的 2014 年 只有一年 全世界加的那個風能 就是51個GIGAW 然後現在全世界的風能 差不多有400個GIGAW 所以呢 現在全世界 每年增加的能 用太陽能或風能 或者新的再生能源 就等於50個新的核能反應爐了 每年 我們人類每年可以增加的 用再生能源的能量 就等於50個新的反應爐了 所以 新能源進步得很好 歐洲他們的計劃是說 在2020年的時候 他們的能源20%是從再生能源來的 那現在是2015年 他們已經達到 歐洲的平均 已經是15%是再生能源了 OK 那我們全世界應該說 我們要有一個目標說 2020年應該要 全世界的能源應該要20% 從再生能源過來 可是呢 一個很不好的現象是 台灣的能源只有20%是從再生能源來的 台灣 因為我在想能源的事情 讓我稍微想一下台灣的能源的事情 台灣支出國內總生產值 GDP的14% 進口台灣98%的能源 而且進口的都是煤炭 石油 天然氣 還有核的那個油燃料 這些都是傷害環境的事情 所以台灣應該盡快改用再生能源 永續能源 可以永遠用的能源 OK 台灣的能源策略是全世界最需要改進的能源策略 太陽能板的增加 例如上兩年中國增加了23個GIGA 日本增加了16個GIGA 台灣只增加0.6個GIGA 我們台灣生產那麼多 太陽能板自己都沒有在用 另外 台灣海峽風很多 其實我們台灣如果用那個離岸風能的話 就可以提供台灣的電 潛力非常非常大 另外還有海洋能 還有地溫能可以用 另外一個例子 電動的車子 剛剛Gogoro談的 例如在中國大陸 電動的自行車有2.3億台 台灣呢 還有我們這個 台灣的那個機車很多 又用油 然後又很吵 甚至很多人晚上睡不著 所以那個 我們應該 台灣應該可以用電動車 其實任何車子都可以 包括公共汽車都可以改成電動車 那至少 至少車子要用油電車 至少 我剛剛說了 能源是世界最大的挑戰 也是世界最大的商機 那去年呢 光是投資那個太陽能和風能 還有一些植物能 就已經是2700億美金了 包括水利的話 去年我們全世界投資 再生能源超過3000億美金 這是最大的商機 OK 那相反的呢 投資核能只有一點點 不到十分之一 談核能的時候 全世界的核能 現在差不多有400個反應爐 那它們提供的是300多個Giga 我剛剛說了 我們全世界的能源是15000個Giga 所以呢 全世界的核能反應爐 400個 提供全球的能源的2.6% 所以它減碳也只有減2.6% 所以核能其實不是減碳的很好的方法 效率很低 我們都知道這個日本福島的災難 那核能呢 有五大問題 五大挑戰 第一是安全性 第二是核廢料 第三是武器擴散 然後第四是成本 然後第五是永續性 就算你可以解決前面四個 你還是不能用得很久 所以現在的核能不行 我們一定要等下一代的核型 如果要用核能的話 一定要有下一代的核能 所以核電需要改革 例如有三種方法 一個是用熔岩反應爐 一個是不要用固體的燃料棒 用液體的 然後如果任何事情出事了 就可以很容易地拿掉 沒有一些燃料棒在那邊再繼續再作用 那另外一個是用土燃料 OK 土燃料很安全 那最好的是用一個加速器來提供 這個熔岩反應爐 其實美國一九五幾年 一九六幾年就聯發出來了 然後在一九六幾年用了四年 很好 可是為什麼我們沒有再用它 這個土啊 它自己本身沒有作用 你要給它有宗旨 要提供宗旨給它 它才會有作用 所以你要不是不能控制 而是要幫助它 才會繼續長 所以很安全 你可以隨時停下來 把宗旨停下來 它就停下來了 這個我們為什麼沒有在用 這個土能源的一個大原因是 它比較困難拿去做炸彈 如果用柚的話可以生成布 那用土的話就沒有生成布 而且呢 你如果要拿去做炸彈 很容易被人家查到 所以很難拿去做炸彈 所以我們人類不用土 我們用柚 因為它那個原素是九十 所以它的核肥料比柚的核肥料少 是柚的一萬分之一 所以人的數量很少 不是一公噸 不是十噸 而是一公斤 而且一兩百年自己消掉 它那個半帥氣很短 那土呢 因為它也是一種核能 新的核能 所以它能量很大 一手裡面的土 六公斤 它的能量就等於火車兩百三十台的煤 那全世界土很多 很便宜的土就可以有 差不多六七百萬噸了 所以可以提供全世界的能源幾千年 又安全又很少核肥料 OK 甚至月亮和火星也有土能源 所以以後我們去月亮和火星的時候 也沒有問題 有一個日本的報告說 如果當時福島是用土能源的話 都不會出事 也不會爆炸 也不會有那個放射性的問題 就是一些一點熱氣要排泄掉就好了 那我剛剛說的 土能源 你要需要給它有那個中指 它才會有作用 那中指怎麼來 一個很好的方法是用加速器來做 那現在呢全世界包括美國 中國日本還有十幾個國家 在盡量在商業化這個新的核能 用熔岩反應爐或者是用土能源 或者是用加速器的 只有現在有十幾個國家在研發 在商業化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可能在五年十年內 可以有這個新的核能 這個用加速器的話 就可以提供那個中指 所需的中指 如果用那個沒有加速器的話 你還要回收 然後還要處理那個 才可以有中指 用加速器的話 就很簡單就可以提供那個中指了 美國也說用加速器可以治療癌症 可以生產新能源 甚至可以處理核廢料 那這個原理是什麼 像我們第一任院長 分泌了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長 發明了那個用直指中指 或重離子來醫療癌症 這個跟中指醫癌癌症的原理完全一樣 你用一個加速器 然後生產中指 然後把癌細胞的核打掉 或者是把核肺料的核打掉就可以了 用加速器生產中指 然後用中指把核肺料的核打掉就好了 甚至可以發電 那這個加速器呢 在兩年前 在五年前還不夠好 是因為加速器的研發 所以呢現在才有 現在已經夠好了 隨時可以做出來 OK 資金到了三五年就可以做出來了 所以呢 請台灣全世界盡量用再生能源 盡量用油電車電動車 OK 那核電呢 如果要用核電的話 核電需要完全的改革 有最少有三個方法 融原反應如 土燃料或最好的是用加速器來做 我們人類必須愛護我們的家園 在2020年前我們應該有20%以上是用永續能源 那2050年就用最少有50%的永續能源 那我們就解決 永遠的解決人類的能源問題 謝謝 謝謝